大家好 现在10月份 对于咱们比较偏南方地区的一些成分 温度也不算太高 你说低吧 倒也不是特别低 这种时候买法师已经非常合适了 因为现在这个季节买回来 基本损伤不大 没有什么损伤 而且这个时候种下去能长好几个月 到了春季可以长到非常大一颗 我现在买法师都是很便宜的 而且买的苗也不是特别大 因为这些东西长得特别特别快 为什么法师吊架那么厉害 大家自己想一下就知道了 实际多有植物 就看咱们怎么养 特别是法师系的 如果咱们的养护稍微得当一些 它会长得非常快 那个快的速度不是一般的快 前面这一颗叫做女巫法师 它也叫做女神 现在有些直播间就给它起这种名字 这种带昼夜的 然后比较尖的 刚出来又是比较红比较粉的 这种他们就起一个新名字叫做女神 实际它就是女巫法师 没什么区别 只是相对容易颜色好粗一些 还有这种美杜莎那更便宜了 今年的美杜莎 要价到这个时候已经很便宜了 上半年就已经很便宜 现在更夸张 这些小苗都是10块钱左右的 像那些女巫有的才是几块钱 我现在买 因为养法师养的时间长年份久了 我现在都不追求什么新的品种 那种高于20块钱的我一律不买了 这种香奈娥也是减漏的 这种也就是10来块钱还是10块钱左右 有点旺了 非常小 我手这么放着对比一下就知道了 实际宽度可能也才10厘米左右吧 非常的小 但是这种呢 就看大家怎么养 用这种大一些的盆土多一些的 因为现在的温度 我们这里现在还比较高啊 等温度再低一些 经常浇水长得非常非常快 左边这一颗是万百万圣节白井 这一颗是我之前留在这边 度过下的一个小小的头长出来的 现在度下以后我换了个盆嘛 用这种盆长是非常快的 等到了春季末 这些都能变成一个超大的手捧 就是非常非常大 左右灌幅啊 就是大概有个20多厘米 30厘米那么宽 高度大概也能长到那么高 现在可能大家看着好像盆非常大 那个植株非常小 非常不合比例 非常难看 因为我们这边现在也才刚苏醒嘛 很多法师苏醒 有的根都还没扎好 还有一些品种不太好度下的 我今年一律不碰了 包括红富伦变异的十几款品种 我碰都不碰 再便宜 有些甚至几块钱 我都不太愿意买 因为到夏季死亡率太高了 这一款是燕之锦 这种头长得是非常大 长得是非常非常快的 我用的棚更大了 左边这口美杜莎也是 这种美杜莎的苗 现在也就十块钱左右吧 这样的 而且现在买的都能买到那种 度过下的小老庄 非常的划算 法师的繁殖非常快 升档速度也非常非常快 所以它吊价也特别厉害 像现在基本就是不太买那种贵的了 包括新出的品种 一般我当年现在也不碰了 一般到了第二年价格吊得非常厉害了 像以前买那些什么美杜莎 女巫就是一个单头那种 以前就是买上百块钱一百多的 现在一颗比较大的才是十来块钱 特别特别便宜 我手指这个地方就是这么点大的美杜莎 这样的小头 非常非常迷你的就是三四公分 一个冬天到春天就能涨到这一盘这么大 如果说是整体比较大颗的 能翻个很多倍 甚至翻个五六倍 那都是没问题的 这些美杜莎 我在上半年拍视频 那会儿还视频嵌入了之前最小苗的时候 那个视频 那时候一对比真的非常非常快 没有太多地方养 包括基于欣赏的一些花油呢 最好还是买那种大颗的 整颗的成品货 现在也才几十块钱 可以买到很大的了 视频先拍到这里 再见